什么所以酷酷算是调色还是卖色 我我我我卖色吗 又要说我卖色了 谁又要说我卖色了 真的有那种主动色色的女生吗 蛮多的吧 虽然有点抱歉 但是没碰到主动色色的女生 只能说明你不是她们的目标 看真的耶 有兴趣的就就就贴上去啦 就对 无套有套女生的感觉会有差吗 这边问一下杨先生女孩子有差吗 有差但是看有些比较敏感才会有影响 对啊 哎呦我觉得那个 那个这么薄 这能多有影响 都说女生高潮没有CD时间 所以女生真的可以一直高潮一直爽吗 如果一直不停下来说会很累以外会怎样吗 会被玩到坏掉吗 干真的会玩到坏掉耶 这怎么讲啊 的确女生的 女生的没有男生CD时间那么久 但是一直一直一直的话 感觉到一个极限会 有点疲乏掉 所以跟男生记忆一样 如果一直做一样的动作 会没感觉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 类似这个概念 你就是不会像前面一开始那么舒服 真真想起来不太可能一直高潮 有些人太多肚子会痛肌肉会筋软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还会见证思绪是一个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刚好就好了 对 不要不要把自己玩到那样 那样会不舒服 女生通常是什么年纪会靠靠 不知道这个聊天室的女孩子会回答耶 女生应该不是叫靠靠吧 就是 呃 女生是用什么字 自慰吗 哈哈哈哈 突然讲出来 原 有点不好意思 为什么男生有靠靠 女生没有类似这个词 啊摸摸好 讲摸摸好好多了好多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别人女孩子是怎样 干我从来没有跟别人女生聊过 欸你是急所在自己摸摸 靠腰这超不好意思的耶 这个很看环境 接触的早就会早点靠 确实 就是 很看人吧 我呢 才不会告诉你们 这个太不好意思了吧 靠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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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讲不出来耶 这不行耶 不过酷酷还是有分 如果是单纯探索 跟有意识寻求快乐 这个是要问哪一种 单纯好奇自己身体 这个我可以讲 我可以跟你们分享 我小时候 第一次发现 那原来我有一个洞耶 的这个时候 的这个故事 大概 小三小四的时候 然后 我那时候洗完澡 那时候我去我在照镜子 然后就照到照到 我那时候 在我看到镜子以前 我一直以为 我尿尿的地方 就只有一个尿尿的地方 就是 我不知道还有一个洞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尿尿下面 还有一个洞 我不知道 然后我那时候就照一下 我就看一看 我就看 这个是我尿尿下面这个 这个洞是什么 我就一直在看 这个洞是什么啊 我跑去我妈说 妈妈那个尿尿下面 那个洞是什么 然后那时候我哥在旁边 我哥看的超尴尬 我就 但我不知道什么了 我完全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事情 然后 因为太小了 我其实也忘记 我妈到底回我什么 但我记得我一定是用镜子看到 看到 看到 看到我的逼 的时候 非常震惊 那个洞是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从来没有发现过她 这样子 雅婷姐也是吗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很多小女生都不知道 我猜啦 应该不是只有我不知道吧 哈我觉得小五交有点 太晚了哎 小五其实蛮大的 应该小三小四就交吧 不知道 我想知道其他的女孩子 是不是小时候也不知道 自己其实有个洞 不可能 不可能 不知道 不可能 很多男生到长大 还不知道 硬道跟尿道的区别哦 该不会这边还有吧 该不会有人 这边还不知道 硬道跟尿道的区别吧 应该不会吧 我们应该不需要上 尖叫教育课吧 告诉你们哦 女孩子的阴道 跟尿道是分开的哦 不是同一个哦 不要这么愚蠢哦 有点太愚蠢哦 好可怕哦 好可怕哦 怎么会有人不知道 那你们现在知道了 你知道吗 看客户台可以长姿势哦 等一下哦 客户下来 下来 哎呦 你不要再爬到桌子上了 真的很多人不知道 自己碰到好几个 到做的当天还搞不清楚 要放哪边 但是雅婷姐也是 处男处男狩猎者是不是 找处男做